Hi , 大家好 , 又是 Patrick , 在同大家講金和銀 當我剛剛想開始錄音的時間 我就睇到一個網友給我一個留言 他說我一路講黃金白銀上升 但是一路跌 怎算 ? 我真的好像有些精神分裂 明明睇著黃金白銀正在下跌 我仍然講黃金白銀上升 其實我覺得黃金白銀跌得未夠低 在這集 , 我會解答一些網友的問題 和我會分析吓黃金和白銀為何會下跌 並且我亦會講吓在什麽情況下 我會考慮加倉 現在馬上就開始第220期的金銀周報 首先 , 我就同大家睇吓過去一個星期 由5月7號到5月14號各項指數的變動 美匯升了0.79 金銀差上升1.52 黃金下跌72 白銀下跌1.26 鉑金下跌24 道指下跌703 10年債息下跌0.22 另外 , 再同大家睇吓 在5月14號一些經濟數據 美匯指數升到104.46 10年債息下跌至2.922 道指下跌至32196 黃金收市價是1810 黃金支持位是1802 1770 阻力位是1833 1901 白銀收市價是21.07 白銀支持位是18.5 17.13 阻力位是21.4 和22.5 美國股市跌勢持續 總計整個星期 道指下跌2.1% 標普都跌2.4% 納指下跌2.8% 美股連續跌6個星期 是自2012年以來最長的跌市 6月期有升至110.49 專家解釋黃金和白銀下跌的原因 由於資金走向美元避險 黃金和白銀下跌的原因 是不是就是這麽簡單呢 市場仍然很關心聯儲局加息的情況 面對通脹加揭的趨勢 市場關注美國加息的步伐 會否進一步提出 雖然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早前表示 聯儲局沒有積極考慮在未來加息0.75% 但交易商預計 聯儲局下跌加息0.750%的機會率達到75% 而投資者擔心滯脹出現的情況 令美國10年的債息曾升穿3.1% 為2018年以來新高 另一邊商, 投資者擔心聯儲局立場偏甲 可不可以壓制通脹呢 憂慮滯脹重臨 令美國10年的債息曾高見3.144% 近期股市的亂況 估計是受到多類消息左右 包括美國聯儲局官員口吻 加息的幅度 中國美國歐洲等地經濟數據 加上俄互之戰無料期 運輸物流仍然受困 而且資金因美國加息而吐息 通脹高期並持續肆虐 引發投資者對加息疑慮 美股三大指數亦未能止射 上星期五, 導致雖然先跌後反彈 並且收窄跌幅 但仍然跌98點 並且連跌6個星期 累計5.6% 尤其是納指跌幅最深 累計由去年11月高位跌大約25% 過去5個星期亦累計插近15% 歐洲銀行拉加德講 數據幾乎反映通脹趨勢超過2% 當局有需要盡快調高息率 令經濟增長降溫 如季下季初結束買債 將貨幣政策調整為中性 息率要最少升至3.5% 若然通脹明年高於3% 息率要提高更多 例如要去到4厘 所謂期後一段時間內 加息可能只是講幾個星期的時 市場解讀暗示7月就會加息 事實上, 德國上個月的CPI按年漲幅到7.4% 創了1981年來的秋季以來最高 跟住同大家睇吓 剛剛在星期三公布的CPI 美國勞動統計局在星期三發表最新的數據顯示 根據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得出美國整體通脹率從3月份的8.5% 降至4月份的8.3% 但這個是高於市場預期的8.1% 根據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 衡量核心通脹指標亦高於預期 4月份的增長率是6.2% 低於3月份的6.5% 但亦高於市場預期的6% 特別考慮到核心CPI通脹速度加快 美元指數就約升到104附近的新高點 這些數字將會令到美聯儲擔憂 並會支撐今年和明年大幅收緊政策預期 在星期三CPI公布之後 美國三大股指齊跌 道指下跌326跌至31,834 納指下跌373跌至11,364 標指下跌65點 跌至3935 資金流向美元 美匯急升到104.13 土耳其有機會破產 在20個集團中, 通脹率最高就是土耳其 但土耳其央行遲遲未有加息, 令通脹問題持續惡化 該國4月通脹率按延升幅達到7成 創20年高位 土耳其里拉崩跌 由於總統埃爾多安將出口置於貨幣穩定之上 埃爾多安形容加息是萬樂之源 並試圖以非正統政策壓制通脹 包括干預外匯市場 面對埃爾多安的施壓 該國央行去年9月以來 已經將利率由19來降到14來 Venesis Capital 全球首席經濟學家Robinson 指出 俄烏危機造成混亂 刺激食品等價格上漲 但土耳其高通脹的主要原因 都是因為奇怪的貨幣政策 我相信土耳其反傳統壓制通脹 應該不會成功 另一則消息指 天災戰爭加劇糧食通脹 4月以來多位專家警告熱浪來襲 印度北部中部糧倉部分地區 氣溫預計高見攝氏49度 極端高溫的天氣正損害當地收成 加上外圍廣泛避險的情緒升溫 外資在印度股市拋售規模 更錯177億美元的新高紀錄 印度貨幣奴報隨即跌至紀錄新低 全球央行大舉收緊貨幣政策前景 亦令市場動盪 俄羅斯和烏克蘭分別為全球最大和第五大出口國 合計佔據三分之一大麥和小麥的供應量 聯合國糧食組織警告說 最壞的情況下 俄烏兩國小麥供應量將減少2500萬噸 世界食物成本可能會上漲22% 澳洲東岸在今年起受到暴雨侵襲 毀滅性拉尼羅現象再次出現 更直接反映在首季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按年升5.1% 因連場暴雨和裂峰造成房屋、樹木和電線桿倒塌 同時亦破壞農場和沖走生畜等 傷害損失據報估計高達50億澳元 由諸美元強勢 百密騰貴巨大壓力在澳洲正在進一步加劇 尤其是澳元匯率周一跌穿關鍵水平 跟住同大家睇吓 近期影響黃金板一些經濟因素 第一,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未停 第二,油價履創新高 或者帶到黃金板走高 第三,天氣反常 農作物失收 第四,通脹高期 滯脹風險高 第五,聯儲局進入加息和減持資產周期 第六,兩年期和十年期的國債知息率倒掛之後 將進入經濟衰退 第七,股市和樓市泡沫有爆破危機 第八,比特幣崩盤 從年初比特幣跌了43% 跌至27,135% 我睇到資金分別走向美元 和繼續留有金市和黃金ETF作避險 但美元仍然有很多不利因素會引致貶值 相信黃金和白銀才是真正對沖避險的資產 預期黃金和白銀將會上升 如果大家睇到這裏還未訂閱的話 請你訂閱一下 請按下小鈴鐺 給點讚我 歡迎大家留言 和請分享這條片給你的朋友 這集我又想和大家互動一下 在219期大約有9500個收漢次數 我想在220期能夠打破10000個收漢次數 如果大家方便的話 不妨將這條片睇多一次 多謝大家支持 我相信大家都睇到 黃金和白銀都有機會上升 最近有個網友問我一個問題 今次金銀大聲浪 是不是會一夜急彈 上到非常非常高 第二個問題 我相信這位網友 應該一直都有睇我金銀周報 之前周報有提及過 金銀會跟隨股市一齊先跌 後反升 請問是不是應該在下個月 正式縮表股市再跌5%之後才買入金銀 這兩個問題我相信網友都很想知道 大家睇吓這個圖先 這個圖是自2005年至2022年5月12號 道指黃金和白銀走勢 圖上粉藍色的線是道指 黃色的線是黃金 深藍色的線是白銀 在2008年我動了一條紅色的線 目前2022年5月12號 道指黃金和白銀和2008年的走勢很相似 為了解答網友的問題 用一個啡色的圈圈圈著2008年那段時間 裏面大致可以睇到 當時道指黃金和白銀 在大跌市的時間有什麼字像 大家睇吓這個圖 這個圖是上面啡色的圈放大之後 紫色的線是道指 黃色的線是黃金 藍色的線是白銀 大家先睇吓道指 在2008年4月 道指由12654下跌到2008年7月 11215 一共下跌11% 當時股災正正確立 而黃金和白銀同時開始一起下跌 最後道指在2009年3月下跌大約48% 而跌至6547就開始反彈 一直反彈到2012年1月大約3年時間 道指回升到2008年4月的水平 大約12623 跟住睇吓黃金 黃金在2008年4月 由877美元下跌到2008年10月724 一共下跌17.5% 跟住就開始反彈 黃金一直反彈到1876 黃金從低位上升2.5倍 而白銀在2008年4月 由16.89下跌至2008年10月9.79 一共下跌42% 跟住就開始反彈到 11年4月的高位48.7 白銀從低位上升4.9倍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道指黃金和白銀 不論在升市或跌市的時間都有波幅 他們不會一直衝上去或一直跌下來 還有一樣大家要注意 黃金和白銀升跌步伐是不一樣的 通常白銀是會跟隨黃金的升跌 而白銀的升幅是比黃金多 但上升的時間亦比黃金短 我再次重申 我在這裏不是叫大家買黃金和白銀 不過我可以講吓我的部署 首先我會等股市確定股災 然後看到黃金由跌勢開始反彈的時間 我就會考慮增加我的倉位 如果真是股災發生的話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把握今次的大升浪 在這張圖的左下角有一句是這樣講的 歷史總是不斷重演 只是不會簡單重複 所以這張圖只是給大家作一個參考 不過我仍然預測黃金會上4000 白銀也會上100 最後都有那句 變幻才是永恆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如果你喜歡Karma 頻道 請你分享這集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